你姓姿啊 警民原警围着一名男子 叫老半天他才醒来 原来这名男子不止喝得烂醉 浑身酒味倒在路边睡觉 夸张的是他竟然还随机推倒陆志恩 原警才会寻现逮捕他 这名罪悍办案的地点 竟然就在台湾灯会的展区内 根据募集民众透露 这名朱姓罪悍从公厕出来后 连路都走不稳 却突然推倒一名老父子人后离去 还这名67岁的老父子人 情为脑震荡 索性有赶紧送医目前并无大碍 但仍留院观察当中 警方初不了解老夫人和罪汉并不认识 当下更没发生口角或肢体冲突 就莫名其妙被推倒 而由于台湾灯会人潮众多 警方也忧心会再次发生意外 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台湾灯会突发暴力事件就怕本想轻松 看花灯的民众心情也大受影响 记者又为林徐国豪台北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